但有一个东西我先拿出来播一下 我觉得蛮有趣 因为昨天我们做了好几个越南题 我先看了一下 流量最好的是第一夫人彭丽媛 对啊那真的啦 就所到之处真的是 你的眼睛离不开他 然后呢今天他又有些 这个大陆官媒有释出他的一些新影片 因为大陆官媒对于彭丽媛的处理非常低调 彭丽媛本人也非常的低调 所以我们看到当然是永远不会抢掉 这个习近平的风头 他下飞机的时候 虽然亲自手下飞机 然后马上就站在比较稍后的一方 对不对 让这个来接机的这位越南领导人 跟这个习近平站在前面 然后握手的时候 彭丽媛其实也都保持在 斜后方一步的这个距离 看得出来 他把自己的这个分寸身份拿捏得非常好 那第一夫人赵丽 都会参加一些教育的啦 文化的啦 学术上的一些活动等等 所以不能免俗 他在这个文赏的太太陪同之下 参观了这个国内大学 来有一段这个影片 就是大陆官媒剪出来 我们给大家看一下 有没有 这第一天到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双方的衣服 应该是做了一些 这个默契上的一个沟通啦 都是这个深蓝色的 搭配白色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个彭丽媛就是一态万千 然后大概是这个 有没有 他在现场也有讲话 他现场讲话 讲得很恰如其分 有中国跟越南两国的女性 并多在这方面加强交流 然后他给对方一个拥抱 那拥抱之后呢 对方非常非常的感动 他再加一句啦 你将来要好好报教祖国 对不对 有机会到中国来旅游 其实就是非常的得体 在这个气氛上 非常非常的得体 然后大家就看到 他不管是脸上的表情啊 你说他穿得非常的端庄 雍容华贵 但是也不到奢华 也不到这个过分装扮的一个过分 然后你看到 他身上的手势 就一个耳环 就一个耳环而已 就是只有戴耳环 也没有什么项链啊 珠宝挂一大堆 所以大家看到 真的这些细节就是嘛 女性看女性都是这样 外交上也是 我觉得透露了 彭丽媛个人的人格特质 发型也很简单 服装其实也很简单 好 还有一张分割照 还有一张分割照 导播丢出来 大家最喜欢看 在第一夫人穿什么 像韩国的第一夫人有没有 那不得了 那种韩风你懂 这就是彭丽媛的穿着 其实他的衣服 都非常的简单而肃静 这是第一套 第一套 就是白色的西装外套 里面搭深蓝色的旗袍 然后呢我们看到 这个是外套拿掉之后 外套拿掉之后 里面的旗袍 那这个是第一套 这个是下飞机时候的 紫红色的 然后这是第二套 白色的第二套 这个是离境的时候穿的 有没有 它是改良式的旗袍 宽袖有没有 这个袖子就把这个下巴的 这个线条拉长了 有没有 然后手上披一个这个丝巾 你有没有发现三套 颜色都非常的朴实 不是什么红的啊 黄的啊那种 颜色都很低调 像是红也是暗红 款式也非常的简单 它的首饰就是 我们看到一个婚戒 手表加上耳环 也没有多余的坠实 当然彭丽媛啦 他不需要靠这些外在 来装点他自己 他有他自己的实力 过去在这个 跟习近平在一起之前 我们看到他在歌唱生涯上 就取得了极大极大的一个成功 所以有自己的自信 有自己的能力 刚刚又老师讲一个 非常非常重要的 就是在这个 我们看到在这个 在南海的部分的态势 那当然美国希望把越南 当成一个支点 但是越南现在表态 已经很清楚了 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大陆网媒 当然很兴奋啦 就是说这个越南做出了 这个历史的正确选择嘛 在美国跟中国之间 所以这个张军你怎么看 但在此同时 牛潭琴写了一篇 说美国不会善罢甘休的 因为中越关系上了一个新台阶 然后又是一个特殊兄弟关系 产业链交织 美国要对付中国 就一定要伤害越南 要拉拢越南 也就无法排除中国 双方的关系非常密切 但是现在中越关系 这个新的变化当中 美国不会罢手的 美国会使出狠招 会怎样呢 那还有这个 其实我觉得这是 真正越南想要的 因为05年开始 越南不是提出一个 它的南北的高铁计划吗 后来就交给了 进步的日本 然后进步的日本 到现在为止 我们看到就啥都没 对不对 就没有搞成 相对那个印尼的 雅万高铁来讲 我想越南感同身受啦 那在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也谈到了这个轨道 因为双方的轨道的 宽度也不太一样 现在要同轨 那中国已经准备好了资金 资金有了 技术有了 促进从这个云南昆明 到越南第三大城市海防 跨境新铁路的建设 当然这个就是美国 眼睛一亮心一通 最大的稀土区 稀土区也跟战略有关 对不对 也是一个这个战备物资 再加上这个在南海上 现在越南的这个 意向越来越清楚 你怎么看待 那越南在东盟的 这个国家当中也很重要 东盟对中国也很重要 对 那个现在这个 在南海问题上面 南海越南的占岛是最多 29个岛屿 但是问题是南海 你看看 这个在南海的问题 越南并没有跟美国合作 也没有跟日本合作 也没有跟印度合作 菲律宾不一样 菲律宾为了黄岩岛为了这个 我们所说的仁爱交 他跟他跟这些合作 然后跟中国大陆之间是有对峙 现在包含越南对中国在南海的 尤其是这个中海游的这个 这个炭油 油井在那边 他以前有骚扰 现在没有再骚扰了 换加越南在这一方面 对中国大陆在这个南海之间的油井 他这个动作 现在已经没有了 换加释出善意了 而且我们可以看出来 在这个南海这方面 因为中国跟越南之间的 经济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他们这个整个东南亚国血 东南亚东盟 我们看东盟 东盟这十个国家 越南跟中国大陆的贸易 占的是占25% 就占了四分 这一个国家 其他的九个国家只占到 四分之三 我越南一个国家 我占了四分之一 换加中国大陆跟越南之间的 这种经济关系 是非常密切的 非常紧密的 那虽然越南经济都要起飞 起飞的时候 这些所有的机器设备 大部分从中国大陆进 因为有地利之变 他刚好这个中越是 整个是边界是交际的 直接运输成本是非常低的 而且刚好互补性强 越南所需要的机器设备 刚好中国大陆这些都有 所以这个非常方便的 另外我们来看的就是 美国跟越南 我们知道越战 在越战的时候 这方面的阴影都还在 这个越战 在越南的人民的心中 美国对他来讲 是一个伤害 是一个历史的仇恨 是个历史的印记 那这方面来看的话 远远超过中国大陆当初 40年前的逞越战争 1979年逞越战争 远远超过 所以中越之间的历史的仇恨 可以做弥评 因为还有包括刚才讲的 政党之间的合作 你看全世界 这个包含军制上面 我们看到中国大陆有大校 其他国家没有大校 我们只有少校 中校 上校 没有大校 全世界三个大校里面的国家 只有三个 一个中国大陆大校 越南也有大校 另外一个是北韩大校 古巴 古巴没有大校 是这个样子 你看看他们的军制是一样的 共南党 他们同样共党越共 越共的最高领导是 我们讲的越共总书记 最高的是越共总书记 再来是国家主席 再来是国家总理 是这个样子的 对 他是以党领政 跟中国大陆是以党领政 以党领政 以党领军 这个网户众也是一样 他就是以党领政 以党领军 所以党纪管道的沟通 会高于国 对 对 对吧 对 他们是党高于国 因为他是以党领国 以党领政 所以他们除了国家 跟国家之间 不要忘了 政党跟政党之间 对 所以我们看到 通篇这个联合声明里面 讲社会主义 讲这个共产党领导 讲这个党纪管道的沟通 其实篇幅是占得蛮大 他的顺序也放在很前面 重中之重 那这个也是再怎么样 美国等等西方国家 甚至日本也好 无论如何跟不上的这一块 你们其他国家的国家对接 我们也有 但是我们还有 高于国家的党纪之间的对接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时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go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